怎么办呀 马上就要去男朋友家拜访了 心里有点忐透 我爸说今天把我姑叫来给我传授一点经验 现在我爸就赶急了 他说买点好吃的 犒劳一下我姑 啊喝香灯流啊 天上清醒 上北周啊 嘿走来嘿走 哎呀吃煮熟啊 白 哎呀 你卖了紫薰哦 我当你卖啥哦 卖紫薰 你吃块钱你了啊 你快吃了呀买这么多 给你办事了我能不吃了啊 六个等一百多吧 那可不吃了 正好有黄豆 我紧着做个黄豆门猪蹄吧 白 你给我剥个黄豆吧 走 这豆干再先泡一下啊 呦 这么多吗 我心里没得想的 在哪里的 洗猪蹄流着 吓一跳 我管不着啊 我管不着啊 我管你做什么当我生意呢 我怎么跳你干啥呢 那走我点吧 那把香吃到了不是啊 那不是洗洗 白 穿手紧压的热爱啦 这几个猪蹄挺累的 挺感兴的 不用杂瓜 这个猪手得照着缝起 烤一下水 我觉得我今天做的实在太简单了 行了捞出来就可以了 待会问一下我姑姑这个事儿 我得先把这个猪蹄炖上 然后再炒一个汤色 有点激动 激动了 把葱姜还有料倒进去 你几个不仅仅是来清过来吃主题了吧 有啥事这就是 看一下我一堆的主题 你挺好的 看着挺专业的 有点像的专业 主持 主要有这样一点事啊 不过你都知道了 就马上要去十号家摆放了嘛 不知道 这么去做这件事情 也没有啥经验 就是问问你 比方说那啥呀 又啥主意识相呀 毕竟离死去那家 虽然 他时候他妈妈给阿尔故事 鬼迷小众都听说了 我也碎着脚哭 但是现在我接色不一样了呀 我这时候的女朋友了 然后我总能起来说 姑姑好 不知道这么刁答 数日是数日 但是在那理解改导还得导 是不是 而且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 他牢牢 还有他打一二一 还有他好多亲戚 都一圈儿去了 说给我解缝 都想见见你 是吧 想见个面 这是大 说明他家 怼你了一个侃种 大家都想见见你 是不是 哎呀 那够不好意思了呀 没啥不好意思 打了方法嘞 该搅啥搅啥 是不是 出了十号 他妈程度不一样 外其他该搅一搅一 对呀 他该搅老了 我搅老了呀 你还是先搅 跟姻院来成婚一样 先搅姑姑吧 是不是 那我需要准备点啥 就是这么多亲戚 你想想 不单是去他家了 还有这么多亲戚 有章备 就是有奶奶 还有衣衣本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 给他点 拿点驴吧 那你不能反正 不能钱便宜 要拿着自己的乘以来 他老老吧 年纪大了 可以给他拿点奶 对老年好 像我想他义 比较年轻的 你可以给他拿点 警聘税锅 这样的 多拿起劲 反正是个意思的 这不是什么意思 反正这都是代表 你那个心意 对 哎 那个 这叫啥 利多任务 咱说说 他们对你都很保障 知道你没经过啥事 你说不用害怕 没害怕 这都不是害怕的事 哈哈哈 行李罚钱 说实不害怕 哈哈哈 只是去到人家 任一搏 就自己行李难免 有点收足 我就把自己有啥 表现来不太好 哎 说 大大方大了 当个小妇 当个帮工 估计都不让我赶货物 坐在那儿 跟那啥管一样 出到那儿 哈哈哈 说一说还是赶点活自在 没有啥特别的规矩吧 没有 闪亮人到时候都是一样的 傻意的去对待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会傻意的对待你 哎呀 哦 没有叫我撈撈给你 撈撈好 现在密碑香 阿姨好 天天都是咕咕咕咕 叔叔叔叔叔 大爷来是不是 舅舅好 哈哈 啥糊了跟这脸都先来 哈哈哈哈 嗯 炒得够黄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再添点水 现在把这个烫酥倒里就可以了 这一次炒得非常的成功 没有糊 再来点生抽 后又晃动酱 把豆放上 那两个我都倒里倒 那两个不干嘛 你这儿害怕 我这儿倒了 还行 吃饭了 嗯 开起来看 开起来看